欢迎来到游泳气做自己 让世界看见你视频节目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叫做 如何突破个人极限 哇,这个主题我很有兴趣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甚至我也一直鼓吹很多朋友 一起来做的一件事情 你有极限吗? 我有极限 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吗? 嗯,这个极限怎么样影响着我们呢?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多一点点我们的极限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 会产生怎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 刚开始学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成长很快 可是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很难突破那个极限 有感觉到吗?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 突破不是刚开始点 而是在这个部分平原 平原期的地方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突破这个极限 我是从事教育培训的已经超过了25年 在这20几年当中 我上过很多很多课程 也办过不少的一些课程 那在我们的教育培训领域里面呢? 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学员突破极限的呢? 大概跟你分享一下吧 比如说,极限 我们怎么让学员知道 极限来自于做事情 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想法 想法的信念就会产生一些极限 因此呢,会使到我们害怕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没有做的时候 就已经预设立场 所以呢,做得不理想 就是这样子来的 因此,要让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好 或者是更大的可能性呢 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想法 也就是我们信念的部分 所以在课程当中啊 很多的讲师、培训师 他们的做法呢 就是想办法创造一些活动 一些事情 让学员去感受到他的想法 他的信念 怎么做呢? 最普遍的,我相信 可能你听过就是 走火过火 比如说世界级的潜能大师 安东尼罗宾 Anthony Robbins 他有个课程叫做UPW Unleash Power Within 就是释放内在的潜能 这几天的课程呢 他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一个体验呢 就是走火过火 我曾经上过 参加过Anthony Robbins的课 三次 一次是上课 两次是当助教 而且还其中有一次在过火的时候 Anthony Robbins在示范的时候 就在我的跑道上 走过来跟我一起拥抱 哇 那个时候年轻啊 真的是很兴奋啊 遇到他 好 还有怎么样的方法来突破我们的极限呢 在上课程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费用去学习 很多的时间去投资 都是要经验那个突破极限 今天我就会来跟你分享 其实不用钱免费你看这个视频的话 看到最后的话你会赚到一个方法 在你生活上呢 马上可以运用 而且经常运用 好 先回到课程 课程怎么用呢 课程呢 他可能叫你披木板 有没有 披木板 当你要披的时候 要披下去以前 你就知道那个木板会造成很大的 可能是会受伤还是什么样 所以不敢披 所以这些也是一些活动 还有呢 我本身也是做过的 比如说在课程当中 我吞火 断剑 用这个地方 最脆弱的这个地方 来断那个一个剑 哇 这些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这都是要让学员去感受到 诶 我们可以突破极限 甚至 我相信可能 如果你有常上课的 你有看过 有一些课程 他玩了一些活动 这个活动呢 从A点走到B点 从A点走到B点 每个人呢 可能要排队过去 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走 别人走过的方式 不能走 所以呢 可能刚开始走了一轮以后 我们觉得 已经走完了 可是他又再来走多一轮 哇 我没有办法了 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可是呢 后来继续下去的话 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极限啊 很多事情呢 在我们还没有做以前呢 都会预设立场 所以呢 上一个课 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希望能够让学员们呢 能够突破极限 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上这种课程 我已经很久没有上这种课程 也没有在做这个课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 上这种 比如说 体验啊 很很很体验的课程 有没有效 哎呦 哎呦 在这边要讲这个要小心一下 好 我们就客观的来说 有没有效 你觉得有没有效 哈哈 好 不应该这样子问吧 应该问 比例上有多少有效 比例上大部分无效 少部分有效 时效上效果怎么样 时效上短时间有效 长时间无效 而实际上有没有效 实际上啊 要看那个办课的人怎么办呢 如果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是很高亢的气氛之下进行的话 大部分的效果不加 为什么不加呢 因为现实生活不会有这样子高亢的情况 对啊 这不对 现实生活当我们遇到极限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很大的音乐 很多人鼓励我们 不会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啊 当我们独自一个人面对的时候 你还怎么样嗨得起来 嗨不起来了 可是呢 现实 那为什么课程要这样子办 因为课程这样子办 效果才好嘛 很多时候 要他们有那个 要学员有那个体验嘛 效果就是让他体验的 可是效率有多少呢 真正如果要有效率的话 恐怕不要太强调效果 所以当我在课程上办课程的时候 我有一种想法 就是能量最低点来听课 来参与 为什么 因为让他们冷静的去学习的话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冷静的面对嘛 他没有那种气氛 没有人鼓励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办突破个人极限的时候 我不鼓励要加油的 因为加油都是假象 加油那都是靠外力嘛 你还是要靠个人 冷静的沉着去应对嘛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在让世界看见你 这个课程里面呢 有一个活动叫做一点 我都不鼓励他们 不能够喊口号 不能够加油 都能够 只能够靠自己冷静的 很冷静的去沉着 应对 去突破个人的极限 好 话说回来 课程 它的确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效果 或者是有一些办法 来帮助学员们呢 突破极限 如果你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 或者你现在没有上这个课程 那今天到底要怎么样来突破极限呢 首先要知道一下 你想突破的极限是什么 在哪里 这很重要 你是在工作上 在人际上 还是在生活上 某一些东西 你想要突破 然后弄清楚 突破这个极限 对你本身 有多大的好处 动机等于结局嘛 如果你都没有动机 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极限 你是不会突破的 就好像有人说 要参与发生两分钟 我一定问他 你为什么要参与发生两分钟 也就是在两分钟里面呢 面对镜头讲话 当他的动机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他怎么样都无法连续三十天 更不要讲他能够突破这个极限 还有就是挑战两分钟嘛 挑战两分钟就是在两分钟以内 做越多次伏地挺身越好 好 说到挑战两分钟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谈的 突破极限的方法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 突破极限是 极限的限制 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跟信念 对还是不对 对 那想法跟信念 这个是透过怎么样才看到呢 透过做事情 做事情就要有一些活动 活动的话就能够测量的话 就能够需要能够测量 因为测量才看得出到底我们的进度 有在进步还是有在退步还是维持嘛 透过这个部分具体的 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想法 因为想法往往会限制到结果嘛 很多事情的产生都是二次创造 第一次创造是在脑海当中 脑海想过了以后 我想我应该要这样子做 然后真正实际才去操作嘛 所以真正操作的结果的话呢 往往刚开始都是受到想法 受到信念的影响 我先谈一谈我的这个挑战两分钟吧 这挑战两分钟呢 就是在两分钟以内 做越多次伏地挺身越好 当我在做挑战两分钟的时候 我第一天做挑战两分钟 我就测试 秒表 stopwatch 马表一按下去的时候 跑两分钟 两分之后 我发现到我做几次呢 50次是我的极限吗 不知道 第二天再做 47次还是48次 我忘了 少掉了 怎么会少掉 第三天做 还是一样 少过50 我做了好几天都少过50次 那我就知道 我第一次是靠兴奋剂还是什么 太过兴奋了 太过厉害了 才做到50次 其实我的极限呢 大概是4847次 是这个样子 好 我做挑战两分钟 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我做了60天连续哦 60天都有做记录的60天连续 后来挑战两分钟 刚开始我是做 哇 这样子做次数 后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就做那种摇摆式的 我听说摇摆式能够增加体力 所以我就这样子做 做到第60天 之后我就没有再做了 我就没有再做记录 可是我私底下有在做 后来做到80几天的时候 我发觉到 哎呀 我就试试看 做回原来那种次数 哎 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突破 都是在50次左右 这个上下 终于 我忍不住了 在第91天 我就开始 我想说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 让自己突破极限 已经做了90天都还不能够突破 那91天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次实验 我用什么方法来做呢 看完以下这一段影片 我再告诉你 到底我是怎么做的 好 让我们来观赏一下 我第91天做伏地挺身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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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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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一段影片 有没有发现到 我做了几次呢 一共是 53次 是的 多了一次左右 一两次左右了 换句话说 这第91天的时候 因为我用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让我突破了一两次 比过去90天里面突破了一两次 你看过去90天以来 我为什么都没有突破呢 因为我少用了一个方法 这方法现在要跟你揭晓 如何突破极限呢 有三个步骤 这是我在做的 第一个叫做自我喊话 我一模一样根据以前的做法 一模一样形式上 我还是照那个仪式在做 可是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在做的时候 有这三个步骤 第一个叫做自我喊话 什么意思呢 我设定还没有做以前呢 我就要去设定我的信念 我的想法 因为我的想法会影响到我做事情 而影响到那个结果嘛 所以结果是来自于做事 来自于我的源头就是想法 就是信念 所以我怎么设定呢 我就告诉我自己 这个时段是我最艰难的时段 所以我设定最艰难的时段 所谓最艰难的时段 我就告诉我自己 很难过的这两分钟 这两个这两分钟一定很难过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设定呢 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心里有数 这不是玩完的 这是很难过的两分钟 过去90天里面 我在做触碰极限嘛 就是伏地挺身 已经触碰到极限了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发觉到很多时候 都是例行公事 哎呀 做了有交代 做了有交代就好了 可是这一天这一次 第91天这一次 因为我要突破极限 所以我对自己喊话 我说设定 这是我最艰难的时刻 所以当我心理准备好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自我喊话 第二个步骤 就是集中火力 所以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已经做好最好的准备了 就好像那个火 火箭要发射的时候 5 4 3 2 1 就开始发射了 是的 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全力以赴 集中火力 择无旁贷 完全没有其他的东西 很集中的 完全去做这件事情 集中火力 第三个步骤 就是什么呢 做完以后 及时回馈 算几下 五十三价 yes 有及时反馈 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在玩游戏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那么投入 当然他一定有设定目标 对吗 然后设定那个难度有多少 最后他一定有回馈 反馈 是的 你看那两分钟里面 我也是用这种 好像玩游戏的心情 来挑战 可是在挑战的时候 我是对自己喊话 我不是玩游戏应该是最快乐的 可是我是设定最艰难的时刻 最艰难的时刻 才有机会让我突破 因为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这是最难的 而且我知道很难过 我已经知道要去面对 我自己的难过 所以难过就变成一种 自然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要突破极限 就比较有可能 不然我怎么可能突破极限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是否有一些方法 能够让你自己去锻炼你的信念 你看到在课程当中 走火久久一次吧 我这辈子走过三次的吧 还会再去走吗 可能不会 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成本啊 那我去上课 要去披木板 要去吞火 要去断肩 要去走这些 那只是上课的一时之间的兴奋而已嘛 可是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我们可以自己 很低成本的做 比如说挑战两分钟 这也就是为什么 鼓吹你做挑战两分钟的原因 挑战两分钟 不一定是伏地挺身哦 你可以仰卧起坐 你可以深蹲 你可以左右跳做任何 只要是体力活能够测试 测试出来在两分钟 也能够算出次数来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透过 做这件事情的次数 那个结果有多少 然后看到你的想法 就看到你的信念 然后一直不断地锻炼你的信念 你不用每一天都这样子做 我不可能每一天都 都对自己喊话了 那要命啊 我是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九九一次吗 一个礼拜一次 可以吗 可以啊 三五天一次可以吗 可以啊 你看 我一个礼拜 三五天一次 一个礼拜可以锻炼两次了 所以我就可以两次去 触碰我的极限 而且能够怎么样呢 逐渐让我怎么样呢 突破极限嘛 人生啊 有的时候要突破不容易 如果要做事情 要突破极限 成本太大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 比如说是挑战两分钟 生活上的一些活动 就很这样 就平时生活 每天 你看我每天都要做挑战两分钟 还有发声 发声两分钟也可以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两分钟里面 讲话啊 然后连续三十天 去突破极限 也是可以的啊 哎呀 其实生活很简单的 我们不要那么粗暴的 只要花钱去上课程 以为就会突破极限 这就太太天真的吧 很多时候 它是要需要次数次数次数的迭代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一直这样子锻炼的嘛 生活都是累积嘛 小孩子长大不能够八苗助长 他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他是有成长期的 我们也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要突破自己 那为什么我们要突破极限呢 为什么要透过生活上的这种 这种做这种事情来突破极限呢 因为当我们突破极限 我们能够碰到我们的信念的时候 让我们的信念锻炼得更加坚强的时候 我们以后就能够能够什么呢 感觉平移 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挑战真的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比如说挑战两分钟 我获得的感受这种感觉 平移过去 平移过去 我们就一样就做啦 搞不好那个部分呢 就能够做得更好了 很难说对还是不对 好啦 其实跟你讲那么多 我讲得那么兴奋 我不知道你兴不兴奋 哎呦 挑战两分钟 发生两分钟 我一直在鼓吹你在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能量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培训师 我是一个讲师 我一直在办课程 当我在办课程的时候 我非常讲究那个效率 不是那个效果 那个效果是气氛嘛 对不对 效率是你往后的延续性的一个情况嘛 如果你上过我的课程 你现在又看这个视频 然后你又开始去做挑战两分钟 或者是发生两分钟 你继续在你的生活上修炼 你想一想 你把课程当中运用到的那种观点 然后实际在生活上操作 得到印证 哇 那可能你以后就不用常常来上课啦 经常来上课的话 你就有问题啦 为什么 因为做不到来上课 很粗暴的 以为给了钱就能够会变好 但是妄想嘛 如果课程真的那么有效 哎呀 我是不是这样子讲 不对 如果课程真的是那么有效的话 大家上课就好了 你看有多少人上课以后 回到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人还是生活普通 因为上课是一回事 我也在发生两分钟 说过学习有用吗 学习不见得有用嘛 因为很多人没有用 他就没有用了嘛 那可是很多人有没有在用 很少在用 因为不会用乱乱用 是吧 好啦 我不要再多谈下去了 再多谈也没有意思 意思最重要就是 你去试试看 想一个方法 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真正的落实 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测量 透过这件事情的测量 然后来看看自己的想法 到底有没有突破这个极限 有没有突破极限 我们可以直接反射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 比如说我最直接的方式 方式 就是反射在伏地挺身 做出来的次数 如果次数有增加 代表怎么样呢 我真的是有增加我的体力 我的体力怎么样增加呢 是因为我的想法 一直在让我的体力 不断不断的去触碰极限 才能够突破极限 这一集的视频 内容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喜欢这个内容的话 点个赞或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甚至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欢迎在下方与我分享留言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